美国商务部昨天作出裁决 认定中国大陆输美钢制车轮 存在清销和补贴行为 欲就此向大陆输美钢轮 征收反清销和反补贴税 10块钱人民币竟然只能买三根大葱 正在最近中国网路上最夯的话题之一 中国葱不仅卖得比鸡蛋还要贵 甚至跟肉类价格不相上下 专家分析 葱的供货不足 加上天候和运销环节等因素 都是导致冲架暴涨的原因 为力求维稳 西藏日报今天竟然发表评论表示 要选拔赶和达赖集团斗争的优秀干部 并将从严查处追随达赖集团 破坏民族团结等违法违纪行为 现在是高校毕业生求职高峰期 一些大学生骑律招马的现象予见不鲜 中国青年报报导 这些大学生通常先与用人单位 签一份就业协议用来包地 遇到更好的签业时 不惜支付违约金跟原来签约单位毁约 他们因此被升为草签组 新唐亚海电视整理报道